好,我們跟你說磁場發生變化會升感應電流 這個是問過的問題 誰給我磁場 我前面問過這件事啊 地球 還有誰呢 天然磁鐵 還有呢 軟流 軟流導線 軟流導線電磁鐵可以給我磁場 軟流導線電磁鐵可以給我磁場 還有地球會給我磁場 以我們國中程度 地球磁場會不會變 不會 所以就是天然磁鐵的磁場會變 軟流導線電磁鐵的磁場會變 軟流導線電磁鐵的磁場會變 然後我們的地球磁場 以我們國中看它是不會變的 所以前面這兩個是可以變的 前面這兩個 這個我們前面問過了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磁場發生變化會升感應電流 那請問 怎麼變化 有一個天然磁鐵在我的線圈旁邊 我怎麼讓它會有磁場變化 這個我剛剛其實有講過的 我剛剛有暗示過的 讓我靠近一點或怎樣 遠離一點嘛 遠離一點 靠近或者是遠離 就是有所謂的相對運動 所以考試有題目 線圈十棒 V靠近可不可以 可以 V遠離可不可以 可以 那兩個都用V前進 同方向前進可不可以 不行 兩個都用V同方向前進 就沒有相對運動 沒有靠近沒有遠離 就不行 OK 所以 一個要有相對 這個是講的十棒 或者當然 載流導線也可以 有靠近跟遠離 那如果是載流導線 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改變我的磁場 什麼方法 我們講過 載流導線的磁場跟誰有關 電流有沒有 電流有關 所以我會怎麼樣 我會改變電流 可以改變大小或者是方向 因為方向變得知道它就變了 所以我可以改變載流導線的 電流大小或者是方向 這樣我磁場也會有變化 所以 這樣子 就會有變化 然後有變化 就會升感應電流 升感應電流 OK 好 T-word還是那句 磁場有變化 會升感應電流 磁場有變化 會升感應電流 這個方法可以讓我們的磁場發生變化 好 請問 這個是最後一個 我們未來會在發電機叫做旋轉 旋轉 剛剛講過 因為旋轉會造成所謂的直通量改變 就是垂直通過的實際線速度會變化 所以這叫做磁場有變化 這並不會有靠近也沒有遠離 但是它是靠旋轉 持通量的變化 我們會在發電機的時候講到這件事情 OK 好 來 請問您 左邊有一個線圈 右邊一個可以通電的線圈 所以通電後就會有磁場 問 按下去的瞬間 那個減流劑 會不會偏 有偏就表示有電流 沒偏就表示沒電流 請問你按下去的瞬間 會不會有 來 來 小女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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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為什麼有嗎 有 不知道為什麼有 感覺叫有 為什麼有 請問你沒有按下去有沒有電流 沒有電流有沒有磁場 沒有磁場 按下去有沒有電流 有 有 有磁場 所以原來沒有電流 就沒有磁場 後來有電流就有磁場 從沒有磁場變成 有磁場 叫做磁場發生 變化 所以磁場有變化 所以會生感應電流 會生感應電流 所以 它會偏轉 會偏轉 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後面要提到它 就是它往哪一邊偏 往左偏 還往右偏 偏 減流器台灣的學生這樣學的 減流器偏向電流流入的那一邊 就是正極的那一邊 如果我的電流從左邊流到右邊 A流到B 它就偏向A這邊 如果從右邊流到左邊 B流到A 它就偏向B這邊 所以減流器偏向電流流入的那一邊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用到 我們因為我還沒有交方向嘛 等一下交方向就會用到這些事情 OK 好 請問你 我一直按一直按 按下去之後就維持按下去 這樣子減流器會不會偏 這樣減流器會不會偏 哪邊 會不會偏 帥哥男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 26 26 不會偏 知不知道為什麼不會偏 因為你按下去 維持按下去 東西都一樣 電流怎麼樣 都一樣 電流都一樣 電流都一樣 智長就怎樣 都一樣 智長都有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 所以就沒有感應電流 所以就不會偏 OK 好了 按下去的瞬間 偏了一下下 請問你拔起來的瞬間 會不會偏呢 拔起來的瞬間 他會偏還是不會偏呢 啊 差不多十一號 十一號 會不會偏 會偏 請坐下 拔起來的瞬間也會偏 為什麼拔起來瞬間會偏呢 因為按著的時候有電流有磁場 拔起來的時候就沒有電流就沒有磁場 那麼從有磁場變成沒磁場叫做磁場有變化 所以叫做會偏轉 所以就會偏轉 所以答案就是會偏 這問題非常簡單 但是在參考書 測試電商會常看到 就很簡單問你它到底會不會偏 會不會偏就是有沒有磁場變化 如果有磁場變化就會升感應電流 那麼我們的減流劑就會偏 然後我們後面就要學 它會往哪裡偏 往左偏或往右偏 那是我們後面要學習的重點 目前你只要知道它會不會偏就可以了 從 沒有 谢谢大家